《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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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 自己是不是用到决心了 对吧 敢去面对 所以那应该不算无所谓 就是你感觉到好像 应该是能够担当的心大一点 其实但是都可以要清楚 那后面的因果 因缘本末都要清楚 你要知道怎么样下手 后面会成就什么都要清楚了 对吧 它不是只是执着一个做法 但是做法以后到底是什么不知道 那就是执着了 因为在任何行为上面 任何境界上面 你都知道随便该做什么 做什么 但是后面都会解释出来 我这样做 导致下面可能成就什么样的绝招 什么绝招会成有什么后果 你都能清楚了 你就会做了 对吧 什么样的后果是正面 什么样的后果一定是负面的 所以你这边自然就会懂得 当下做什么 那为什么 因为那样的决心 一定不是剁在感受的 最末梢那个区块 那种执着 因为不多在执着 你才能够解读得了感受 对吧 这有点旁观者清了 类似于旁观者清的这种作为 事实上已经是慢慢跳出 沉重的执着了 已经是一步步回来了 所以不是说 只是知道随缘 随缘之中还要知道 那缘起后呢 是什么 那缘起之后也是随缘了 所以缘中到最后的本末是什么 你要知道 那叫 因变因果 你才能随缘 你真的懂得随缘的 他一定明辨因果 他一定知道 因为这个行为 这念心 我这样子做以后 会变成下一念 我什么样的习气 那个习气是什么习气 是执着的习气 是众生习气 还是念念向道的善习气 都清楚 这是提醒你 但是将来不是说 你刻意去造作 你真的随缘时 他一定就知道 因为随缘的心中 就不一定不是过去 被元气所障碍的那种无名 所以他一定明白 只要不是无名 就一定会明白这些道理的 所以有一些智慧是 你本来就具足的 只是现在在告诉你一声 将来你就可以印证 这个是真随缘吗 还是这个只是过去众生 妄想假意的随缘 那种随缘是夜感随 夜留所留的随缘 不一样的 那就不一样 那还叫夜缘 那不是随缘 随缘是心中的担当气概 但是走有两种走法 一个是凡夫 他只能顺这些命运的支配走 一种是行者 他是当下立命的走法 要立命去走 这一样是走 懂吗 当下立命的这个走法 感觉现在还没有这个忍气 我说立命不是就叫你一定出家 我的意思告诉你 你就是每一个念头上面 再也不甘心 只是凡夫 就像你刚刚虽然没有出家 但你愿意学 这就是照明 因为你愿意学 而且是在必尽法中学 将来在越能深入时 出不出家 你一定选择 你一定择 你自己会有择法 因为那在已经深入的时候 你会想要更突破 更深入 你就会有选择该做怎么 该有什么样的行为了 那个就不用我劝你 到时候搞不好 你逼着我们让你出家 开个玩意就是 不怕你不来 就怕你不学 真学就一定会走上这条路 因为他到最后 他就想要一个专心的地方 他一定要想要一个 真正念念深入的地方 到最后你会发现 你站在红尘之中 就有很多的瓶颈 你很难面对的 那个时候你可能很多的因缘 就愿意放下 而且你又更不愿意 辜负这一生 你也不知道将来深入 还来不来 那个时候 抉择心就很大了 那就是现在 还得还没有到 知道啊 你带榴莲来 我就知道还没到 不是忘返吗 是吧 榴莲忘返吗 我知道的意思 但是还不要忘记 师父给你的名字要出真 在怎么忘返 刚开始那年心最真 有没有 是 你知道吗 我还没到 还没到 你从这里 你想不及了